我相信在美國按照現在的趨勢 它應該還會升 因為特朗普最後這四年 他不想股市稅 而且在上任 已經很擺明股市表現 是其中一個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 即是成績表之一 所以一看見稅 他又要補回一點 其實我很忌諱Tesla這類公司 我不是很喜歡Tesla在大上大落的公司 我喜歡萬水蓋貫的公司 一直擠一點 但是Elon Musk的車 我覺得就貴了一點 還有它的performance 我相信現在中國製造的汽車 那個新能源汽車不比它差 所以它貴得來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道理 所以你如果是賺了錢就走了 賺了錢就走了 因為Elon Musk一落台 有些不知如何 還有它也沒有什麼牌食 沒有現金流你怎麼拿 你可能拿了一下 跌了一半 跌了一半 你無事到入獄 還有一個list更厲害 叫做Dividend King 貴族就要KING 貴族就25年 King就50年 50年 你想想50年 連續牌食增長50年 你說它增長多少倍 經濟好當然好 經濟衰退它又不倒 你說有什麼好得過持續地上升 是 對嗎 你香港大陸找不到這股票 即是美國才能找到 大家好 歡迎來到信報財經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上一集就說完港股的部署 今集的股市狂潮系列 就會說到美國的美股部署 你看看美股近來都炒得很熱 看到道指都不停升 曾經都升超過44,000點的關口 要是特朗普上台後 市場的炒熱血分更加熱 你看看納指、標誌 都曾經試過去到破新高的位置 美股現在的環境 其實還值得炒下去呢 特朗普上台會否只益了Elon Musk一個人 還是其他板塊都會受惠呢 今天當然也繼續很開心 請到學者股神之稱 香港恆生大學商學院副院長 梁建平博士 跟你說說美股部署 梁博士 你好嗎 你好 我們看道指 最近都炒得很熱 雖然最近也有些回落 不過看指數來說 到了1896年開始以來 其實上升軌一直都保持得很硬 雖然現在已經去到這麼高的位置 你覺得直博率還高不高 其實美股來說 當然沒有以前那麼高 因為已經那麼高 但我相信在美國 如果照現在的趨勢 它應該還會升一些 因為特朗普 最後這四年 最後這四年 它不想股市稅 而且在上任 已經很擺明 股市表現是其中的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 即是成績表之一 所以它一看見衰 它又要補回一些 而且你發覺 為何這三個指數 道指 標指 納指 納指 能納指 都持續上升 其實與經濟的結構 是很大關係 如何為之經濟結構 其實我兩年前 就在做過一個研究 為何美國的經濟 2% 2% 2% 增長 通常 為何這些道指 標指 會幾十倍 幾十倍 去到幾十年之後 會成幾十倍都有 不止 數目不對 我們將全美國 最大的一百間公司 加起來 市值加起來 我發覺全世界 股市的價值 其實 將這個 其實是大於美國的GDP很多 嗯 只要將頭的一百間 加起來 就等於 英國應該大於少許美國的GDP 你發覺全美國有多少間公司 不止一百間 是肯定的 即是表示 其實它的經濟活動 一百間公司或者 這很多間美國公司的活動 其實是在海外進行的 所以其實它不是因為美國增長而它增長 是美國增長 外面增長得更厲害 嗯 所以它才增長 它有全個股市是六千間 即是美國加起來 有六千間公司在裏面 其中有四千多間是美國公司 這些美國公司的增長速度 我相信在海外比美國本土更厲害 是 所以變成為何股市的價值 會大於美國的GDP那麼多呢 就可以解釋到 因為它是公共性的關係 所以它移了很多出去外面 它經濟活動在外面進行 而不是在地區進行 所以為何它升得那麼厲害 是有個解釋的 我覺得 即是它四萬點 是的四萬點 因為大部分都是在外面進行 只不過現在美國的問題 就是它不能夠 因為它法例規定 它在外面做生意 可能稅率是沒有那麼高的 要立本地稅 就不是立美國稅 如果它能夠用一些公司 用條例 就是將美國在海外掌出來的利潤 帶回到美國 美國更好 但問題是美國民主國家 你不能夠強調 所以美股為何不停地上升 但是GDP好像沒有怎樣動過 就是這個原因 即是看到企業在外來的一些經濟活動 就比較會做得好一點 可能會帶動到股市 也要不停地上升 甚至梁博士剛才也說到 美股在特朗普上台之後 可能仍會有一段升浪 其實大家也可以繼續留意一下 不過說到特朗普的上台 都不得不提 就是他背後的一個最大的金主之一 都可以說就是Elon Musk 因為在選舉的時候 美國大選的時候 Elon Musk也幫了很多手 除了出台拉票之外 又有很多捐獻的資金 都給了特朗普 其實在特朗普上台之後 其實特朗普的股價都升得挺強的 一度升回到360美元的附近 而特朗普上台之後 衝勁 其實也有一些傳統能源企業的政策 都會支持的 說到一些傳統能源企業 例如歐克森美孚 雪發龍 這些比較大型的企業 其實在特朗普上台之後 會繼續如何受惠 股價會否繼續有 因為其實近期的股價 是比較穩定的 又沒有一點大跌 沒有一點大升 但上台之後 那些政策是如何幫助他們 其實政策來說 特朗普很喜歡傳統能源這套 新能源那套 他反而有一點抗拒 所以為何Elon Musk 這麼希望埋葬特朗普的團隊 因為他是新能源的企業 不要吵我這麼多 是 所以他做到其實 他是好看的 因為公會的選票不少 所以傳統能源那些 他會支持 同時在葉岩器那裡 因為葉岩器以前發展葉岩器 他們花了很多錢 借了很多錢 如果股價 他們不放置石油的價格 很多都會還不到債 是 即是你要債蓋債 債蓋債 即是如果你還不到 它不會延伸你的債的period 所以石油價格 一定會恢復 所以傳統能源還可以做 所以你發覺近來石油價格 都不會怎麼跌 會有些少許升浪 我覺得會有些少許升浪 因為很大程度 在石油價格 他需要60元才開始有錢賺 60元美金才開始有錢賺 每桶石油 他現在都要70元左右 如果再進一步 他便可以翻身了少許 如他所說 鋼鐵月那些都可以做 如果他回來的話 因為他答應過人 我們會幫你製造職業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得做的 但是你要看看四年之後為甚麼 這個問題四年之內應該可以的 但是四年之後 但是大公司有個走位就有個好處 你買艾克森那些 那些反而沒有問題 因為他還有其他業務 不只是石油 他有天然氣也有 天然氣是新能源 所以他會走位 所以反而傳統那些 又做天然氣又做石油 那些便好很多 石油沒得做便做天然氣 是 因為他開採石油之下 同時發現了很多天然氣的副產品 那些都可以賣 砌到一個小的 你打仗 俄國和烏克蘭 俄烏戰爭 其實斷了石油氣的供應 去歐洲的供應 歐洲是沒得選擇的 因為大老闆在這裏 要打仗便打仗 美國人說要打仗便打仗 斷了石油氣的供應 那歐洲就慘了 你覺得他去哪裏買石油氣呢 就是美國人 美國人買石油氣 迫著用貴的東西 迫著用貴的東西 便益上這些石油氣公司 這些便做戲 所以大家剛才聽到 梁博士關於傳統能源企業 包括天然氣、化工等行業 特朗普上台後 有些股份都值得留意 但提到特朗普的概念股 你覺得接下來會否有升浪 會繼續保持著 在特朗普的概念股方面 特朗普的概念股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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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他现在正在找孔路如何打税 如何打少些税 所以进入美国 但Elon Musk的车 我觉得比较贵了 还有他的表现 我相信现在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 比较差 所以他比较贵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道理 所以如果是赚了钱就走 赚了钱就走 因为Elon Musk一落台 他又不知怎样 而且他也没有什么牌食 没有现金流 没有现金流你怎样银 你可能银了一半 跌了一半 你又蚀到入狱 因为现在全世界最多新能汽车 就是中国 不是美国 所以他一家 Tesla 顶不住全球的趋势 另外有一些特朗普股票 最近听到一只叫做SoFi 它全名叫做Social Finance 他就把有钱学生的钱借出去 更加高息借出去 帮助了一些穷贯的学生交费 他也是这样的起家 这间公司 几年之前 是有个SPEC上市的 上市的时候 我进入了一些 它跌至4元 一年之前 两年之前跌至4元 现在跌至13元 三倍多 现在跌至13元 就是因为它不停的发展 因为它的商业模式是靠这个 是手机 手机 它不是身体的 它有几间身体的 它买了一间实体银行的 所以带了它给它很多牌照 有实体银行就会有牌照 是 对吧 现在有做credit cards 有做金融产品 有做学生借贷 現在踏老婆上场便好了 他现在都有 它轎称停 itt 这些贷款 实际上过 这些教育部都是没有别的 所以你 rule for stat 学生就没钱借 这时你能借 所以在这些牌照顿特别多 这样的股票 另外有些股票,行业来说,我最看好是,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医药,保险股,有一家叫AFL的股票,我买它那时候是78元,美金78元,现在今时今日去到111元,是年龄之前,是升了多少钱了,升了30多个percent, 为何它会这样升呢,这些股票,其实这些股票是它专做subumentary insurance,即是挂单的,传统的保险赔不足,赔八成,它也赔了那两成,它是跟最后的,跟最后的好处是,你买完主力之后,你买回 买完这些部分,就补完你的部分,这样可以扩充它的客源,因为一个本经纪,如果代表主力的公司,你代表一间而已,但代表这些subumentary,你可以代表四间,美国来说,有些经纪说,你去这间买完它,那就行,但同时,它是1970多年的时候, 是日本人刚刚扩张,即是经济扩张的时候,它去了日本做insurance的,现在去到日本,是挺大的,做得很好,七成的生意就在日本,三成的生意在中国大陆,不是,在美国, 美国来说,如果是美国的息口一减,日本币又涨了,日本币又涨了,日本币又涨了,七成的生意,一转到日本币又涨了,它又涨了,那个值得立即好,涨了三、四个百分钟 就是转来转去用,而且日本有没有一个金融机构,它有一个carry trade的概念在这儿,你便宜便借钱去买这些股票,你涨了,我便立即还钱给你,它还得很快,因为它本身是金融机构,它不同,早前,美国佬要卖了这些股票回去补仓,因为它借了很多日本币,日本的息口一增高, 它这些股票就吃正过水,你怎样玩都可以,所以这些牌子它升得挺好的,一只social finance,so fine,和这只ethic,是我两只股票的持仓都可以的,持仓都可以的,另外一只caterpill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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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股票很高,不高,17倍,但是它有息口,它有一点多,一点多,你不要少看它,美金是高的,一点多,因为美国是很流行这个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R&D,它是放了很多钱进去,成为全世界最大的construction equipment的manufacturer,这些才是我们想看的东西,这些是长线的股票,因为我看股票,我为什么要这么注重, 这个BPE,以及这么主重这个息口,其实息口来说,是一个现金流的表现,也是一间公司财力的表现 《讯报营生优惠》来了,大家现时只需要38元,即可以试月讯报网上版14天,将最新的财经资讯和深度分析带回家,这个优惠不要错过,快点订阅体验一下 如果那个net cash flow一直增加,那个派息的能力是越高的,你在哪里找这些股票出来,其实我有两个指示给大家,或者有两个建议 但很多人忽略了中间有个指数,叫S&P的,S&P其实代表了美国513间 很有神力的股票在这里,公司在这里,实力的公司责力到怎样呢? 这513间就等于八成股市的市值 这是为何要看好S&P 另外一个指数,S&P里面有两个指数,有两项指标我最喜欢看的 第一项指标叫做Dividend Error Square,即派息贵族 派息贵族的定义是怎样呢? 派息贵族的定义是说,如果那间公司连续25年,派息有增长的,就可以入这个Club 连续25年增长,派息增长 派息增长,即是你的Cash flow连续25年增长 你的息口,在25年之前,你可能收到一仙 25年之后,你会收到25仙 即是代表那间公司的财政很稳定 而且它的商业模式不停增长 AFL是其中一间 AFL是其中一间 Caterpillar是其中一间 所以我推荐公司永远都在这个名单上 还有一个名单更加厉害,叫做Dividend King 是贵族是否最重要 贵族是25年,King是50年 你想想想50年,连续败息增长50年 你说它增长多少倍 另外有一只3M 3M是Dividend King 3M是Dividend King 还有一个叫Johnson & Johnson都是Dividend King 所以这些全部的股票,为何会继续这样升 就是因为50年,派息不变 派息持续增长,表现不了什么 它经过很多economic cycle 即经济衰退也经历过很多 经济衰退也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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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有什么好得持续这样升 对吧 香港大陆也找不到这些股票 即是美国才能找到 我觉得应该长时间来说 港股只要自助收息 升不足美股那麽多 因为美股的好处是 美国不会打仗 和政府的缺陷 缺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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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间公司 但上市是6000间 4000间是在美国本土公司 4000间是国内 那麽多人支持美国股票 那麽美国一定会上升 因为它不是看美国国内的经济环境 还要看国内 所以国际性 美国股票应该高很多 美国股票应该高很多 似乎都 美股的市场 大家都可以 刚才听到梁博士 这麽多股票的深水分析 其实都相信 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在部署上 大家可以怎样去做一些配置 似乎都看到 一些股票上面 深水股票分析上面 梁博士就有以上的建议 其实大家看回 有少少的问题 也想问回 有些股票 刚才提到Tesla 都升到慢慢的声音 都升到这麽高的位置的时候 其实以往的一些参谋指标 譬如HEE 净利率 资产负债比率 这些所谓的 可能比较传统的分析 公司的指标上面 会否在某些公司上 套下去似乎不是很有用呢 以及你怎样去 说到底 怎样去分析 一间公司的前景 有什麽因素 你觉得会特别看重呢 其实我很忌忌Tesla 这些公司的 我不是很喜欢 Tesla 在大上大落的公司 我就是喜欢 曼水 概冠的公司 一直移动 移动 第二个因素 是看行业的前景 行业 如果行业前景不断上升 那间公司是最大的一间 而那间公司最大的一间 你不怕买 好像这个 现缩公司 它是一定升的 因为现缩公司是保 尤其是医保那类的公司 你不买 根本在美国是看不到医生的 OK 它根本不提供 美国是没有公共医院这些东西的 全部是公司 客人害怕到你 你不能够不买 不买你就死定了 即是没得移 好像很简单 我有个学生 十年之前 我做了理工的时候 他跑到迪士尼 做委员在美国 迪士尼委员在香港 12000元 美国照计 除了1000多元一个月 看一次医生 150元 美金 美金 没算是弱 弱令买 那你200元就没得走 200元就看一次医生 要他的命 所以他不敢看医生 病也不敢看医生 我有个同事 在美国的退休 去年她姐姐进了医院 5天 2天在医院 出院 多少钱 24万5千元 美金 那你如果不买现数 你怎可以 还有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很多新移民 新移民就是他人口增长的动力 靠本土人口没什么增长 新移民带很多钱进去 亦都要买现数 变成了行业的前景一定在这 一定在这 另外一方面建屋 建屋会越卷越高 越卷越多 但建屋就不一样 因为建屋就没有了服务 Caterpillar 有一个服务 MRO市场走出来 Caterpillar这类公司 也会持续增长 因为美国的工业 有些公司实在是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好像Oltis 是世界第一公司 做电梯那间 Caterpillar 是做起冲机那间 另外有些公司 都是世界第一 所以好像Walmart 亦都是世界第一 但我又没有买Walmart 我买了世界阿尔 叫做Amazon Amazon是高科技公司 没有认识的 但它的好处是 它的VTail是全世界第二大 全世界第二大 因为它实际上是做VTail 是 网购 但它还有一个云服务 还有AI 所以我买了Amazon 这些公司 一定是很好的公司 不怕买 有时阿尔比阿尔更厉害 似乎梁博士 都觉得业务上来说 Amazon是其中一个 值得留意的业务 网购之外 除了云端的服务 以及在AI的范图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听到梁博士 这么多股票的分析 以及看公司前景的心得之后 不知道你觉得 在美股来说 你觉得是好炒一点 还是在港股来说 你觉得 还可以让它升 可以继续去投资呢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 跟我们说一下你的看法 今天也非常多谢梁博士 非常详细和独家的分析 都给大家 希望帮到大家 投资路上 都有些建议给大家 再次多谢大家的收看 都记得点赞分享这条影片 和订阅信报财经新闻的YouTube频道 有机会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信报营生优惠来了 大家现时只需要38元 即可以试阅信报网上版14天 将最新的财经资讯 和深度分析带回家 这个优惠不要错过 快点订阅体验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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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